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布局啊 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它的特点就是异于战斗 但是呢 它如果要说 走那种模样情况来说的话 它的可能性是不大的 说白棋来说 它特别愿意下这样的棋局 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的话 很容易把局面打散 把局面打散之后 贴幕就是白棋的优势了 这样一个二斤跳 这是在日本流行了上百年的一种下法 因为像这样的棋呢 有一种最朴实的下法 就是尖 然后你飞 它补住 但这样的下法呢 就是我刚才讲的 很容易走成细棋局面 所以说呢 黑棋跳起 它这种下法 就是一种带有攻击性的下法 这个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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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棋如果冲断的话 那就进行作战 跳 藏起来 这个棋的要点是跳 如果你要打到这样来 它这个就有一个反打 包打的手段 这样 这样出其不及 这样出其不及 所以说呢 这个跳是一个手筋的下法 等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 跳和退的区别 白棋长 黑棋打下 扳 反扳 粘住 然后再跳出来 这样的话呢 这个对角心的优势啊 就明显的发挥出来了 因为这个棋是孤棋 这两个子也是一块棋 那么说呢 黑棋的上面一个心和下面对角的一个小木 正好可以配合黑棋这一边和这一边的作战 所以说像这样的棋呢 不能说白棋又绝对不好 但是呢 这棋 黑棋是相当有力的一种姿态进行作战 因为它都有配合 如果 黑棋往这退 那么说呢 这个退和跳的区别是在于 这个退 在目前来说 它是不能成立的 因为 白棋可以压 或者可以长 长到这儿来 它就形成了一个两点必得棋的下法 如果你跳 这个时候它可以考虑照住你 如果你往外尖 它这个棋它可以把你封住 或者把它飞住 如果跳到这儿来 它往这儿长 那么说呢 这个棋呢 你依然是可以挡下来的 比如说张 它压 这样也是一种比较有力的下法 白棋 吐 然后再一飞 虽然吃不掉你 但是呢 它在局部 它真的一个主动权 把你包围起来 包围起来之后 外面就会走后 控制局面 黑棋可以考虑 挡住 翻 反翻 走到这样来之后呢 这样的棋 你如果要封的话 这种棋可能性不大 因为这个翻过来 白棋太薄了 而且这还有拖 我的手段 因为白棋少压了两指 所以区别很大 请大家一定要注意 冲断的时候 这个棋它的要点是跳 白棋还有一种下法 就是爬 走实地的下法 爬一个 走到这儿来 现在呢 按照正常的下法来说的话 它是可以继续跳 如果你飞压的话呢 是想通过 飞压 松硬的实控之后呢 把自己走后 这样的话呢 白棋可以照单全收 它在这个边上 它的目处已经很多了 然后呢 黑棋正的一个先手 在这儿尖一个 防止白棋的靠 走 连班的手段 这个棋 黑棋尖一手 保持自己棋型的完整性 然后再加击 白棋跳起 黑棋正 这下法在当时的日本比较流行 因为这样的话 通过攻击它 先损失一定的实力 把自己走后 然后再来进行攻击 这就有点像长线一样 先损失的空在哪里撞回来呢 在长线攻击白棋这三子的过程中间 慢慢的把它撞回来 现在如果一逼 它这个棋就是拆间逼 然后你跳 它一震 你跳 它跳过来的时候 正好把这个边控围起来 所以这个下法呢 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局面 这就是攻与防的一个状态 那么说呢 现在白棋呢 它下的比较灵活 它现在它没有跳过来 它选择的是一样打散局面的一种下法 它可能通过它的棋 这一步棋可以看出 这个对手的棋风啊 是趋于平衡型的选手 飞 它拖先 那白棋脱先的一手呢 就已经预计到黑棋一定要拐下 然后白棋再拆 这样想通过全局平衡 然后造成黑棋有天幕的压力 它不愿意在这局部进行过早的战斗 那么说呢 黑棋现在呢 它小飞了一种 我认为小飞这一步棋看似很平常 但是违背了一个布局基本的一个原则 当如果自己已经有力的一个发展方向的时候 那么说呢 常规的对方挂脚 我手脚是你常规的下巴可以考虑放弃 而采用一种拖先的方式 虽然拖先会对黑棋这个腥味造成一定的压力和亏损 但是呢 你真的这个先手走到大场 你可能会因为你这样来下的话 你的效率会倍增 那么说呢 黑棋这一步棋呢 往这单关手脚 是相当大的一步棋 因为呢 黑棋在这拐了一步棋 当它拐的时候 这个棋大家可以从这个形状上面来看到 黑棋特别厚实 外势很完整 如果把这个单关手脚之后 那么说 下边的正式几乎可以化为实控来看待 这是第一 第二 当这一块棋成为实控的话 那么说呢 这个单关手脚和这个外势配合起来 又成了一道外势 那从什么样的角度去看呢 可以把这个边控抛弃掉 去看质量的棋 隐身到上面来 那么隐身到上面去的话呢 那实际上就是对这边有帮助 未来如果黑棋能站到这一点 大家可以看到 这就是一个立体控的构架 那么说 如果白棋双飞燕来进行攻击黑棋的话 那么说黑棋的这个局部来说 一定会受到一定的损失 如果要说下棋的时候 如果不明确这一点 那么说你这个棋就无法进行 因为有些棋友他在这个下棋的时候 他认为自己的也是是自己的 人家的也是我的 那可不行 在这个拖完先之后呢 对方是两打一的情况下 你肯定怎么样下一个变化都会吃亏 但这个亏损只要低于 这一个手脚这个架子来说的话 那么说你这都是值得的 所以说在这来说 黑棋可以考虑压 让白棋后上加厚 扳 扑住 打呲 扎 白棋必须得立下去 黑棋断 退 这个下巴走完了之后呢 白棋特别厚 黑棋呢 其实还是没有完全围到空 因为这有点脚 这有跳 这有飞 所以你一步其实很难把这块空围起来 白棋拆耳 但是呢 我这个棋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只要能把自己 武强 你攻不到我 我就OK了 那么说呢 在这个时候我然后再来抢这个大厂 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 一个布局的原则就是 就大放小 我觉得这一代很大 那么说呢 我就着用金银这一块 这边呢 设的损失呢 没有这边大 那么说呢 我可以继续的脱线 这样的话 那个布局的原则就是快速抢大厂 然后还有就是都是大厂的话 那么说我们就分大小之分 这样的一个棋局来说 就会引导黑棋朝着有力的方向 实际上呢 白棋挂脚 拆耳挂脚 它是无可非议 但是作为黑棋来说 这个时候 就应该选择这样的一个下法 这样是双方很正常的一个选择 虽然这个棋 小飞手脚很普通 但是呢 在职业棋手面前 每一步棋都是有变化的 绝对不能把一种长形 最后成了一种习惯 这样的话呢 你的棋它就会下得很机械化 然后呢 再额外再说一说一点 当黑棋拐到这一点 那么说呢 白棋这一代实际上还是有问题 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以后有拖 扳 虎 退 当脱到这样来 黑棋可以以后 如果有结材的话 它是可以考虑联班的 因为这块棋 它还没有完全的安定 当你打吃 它提掉 它反打 打结 如果这个时候结材有利 当白棋再找别的结 结材的时候 你如果不硬了 你会不用提掉 你会继续往这儿打 因为这样的话呢 白棋一家老小的 都被 黑棋困困住了 只要黑棋人先手提结的话 这块全死 所以说这叫以小拨大 这个棋也是 黑棋拐这一部棋 遗留下的一个手段 还没有 黑棋 全部可以 打开 放过一部棋 他们是安定的 是 黑棋 现在白旗很温柔的分头了一个字 在这里他分头完了之后 他想未来再挂进去 这个想法很好 但是有时候下旗就是一个时机问题 当你去准备好了之后 你再去进攻或再怎么样 这时候人家已经有防备了 所以在这个情况上面 这个时候应该果断的网站 挂脚 因为挂脚 它第一个目的就是 把这一块空都让你沉起来 这就有点就是 如果我不走 黑旗这一手旗就可以把这块孔围起来 那么说呢 如果从打入的那种角度来看的话 这部旗是相当大的 再其二一点 如果把这块旗打掉的话 那么说呢 黑旗的这几个字 作为厚实的几个字 它也有可能 也有变数 也有可能会成为白旗的目标 我们先来看一看具体的招法 如果黑旗往这夹击它 白旗是不可以考虑往这跳 因为这样跳的话呢 虽然把黑旗的目数压缩 但是呢 自身也是把鼓旗 这个时候可以采用抢速度的方式 去行骑 可以大飞一个 大飞 白旗最强的下法是顶住 不让白 黑旗 不让白旗有喘息机会 这样 白旗保留这个所有的变化 再单拆一手 黑旗 吃掉它 然后白旗 这样再小飞 这样的话呢 它的速度比较快 大家可以跟我手合一起摆一下 你比方说像这样的旗 如果 现在我挂到这儿呢 黑旗往那补一手 当我在往这儿拆的时候 黑旗 它是没有必要再在这儿补一手旗 后来实战呢 就相当于是 挂 黑旗飞 我拆 黑旗飞到这儿呢 我这两手 损了一点 但是呢 黑旗在这里 本来只用花一步旗 唯控的 但是呢 现在花了两步旗 这个是白旗取得了一个战略性的成功 它通过一个小小弃子的方式 如果 黑旗飞起来 一面作战 你要攻击白旗的话 白旗是可以考虑 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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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脆 当你长 再压住 护住 长住 如果这样下的话 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 虽然这里 送了很多空给黑旗 但是呢 这是一个必要的一个代价 白旗换得了一个在它这个巨大空里面安静的一块旗 在其二 如果未来白旗在这尖一手 那么说呢 这就另一样了我刚才说的一句话 就是说黑旗这一块后市就有可能成为白旗的目标 所以有的时候下旗的时候就是一个实际的问题 就看你怎么样去理解 现在很遗憾 白旗 白旗 拆边 黑旗 现在只此一手 就是往这补一个 或者还有一种下法 就是提高自己的效率 就是先高插一手 如果以后你未来再往这挂脚 这时候黑旗可以考虑 先肩脚 把白旗 浮起来 这样的话呢 这个后卫和这个黑旗 取得了预先的一个包围的作用 如果白旗 往这跳 黑旗 再来手脚的话 这样可以先手走一个大场 这样的话 这就是一个技巧性的下法 要说简单的下法 就直接补齐 但是黑旗呢 现在放弃了这种下法 他没有意识到这个旗 如果你不走的话 白旗 挂竞篮有多大 现在黑旗 还是很常规挂脚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这盘旗呢 虽然都很普通 但是感觉是每一步旗都没有下到点上去 下到 就是说 下到要点上面去 这就是需要你去观察和判断 这个是需要你去观察和判断 现在白旗 端端端手脚 黑旗飞 像这样的旗 其实大家都会下 看着都很普通 一看都是九段的招法 但是呢 区别在于 你怎么样去 能找到最急的位置 去下旗 这个 就是完全不一样的 现在呢 黑旗又下了一个常规下方 把这一边 走成了一个阵地 但是呢 实际上这一边呢 它并不是那么急 也不是那么大 因为最大的位置 在下面 白旗现在 又上市一个机会 现在挂脚 是最大的一个点 但是呢 它可能 它考虑到 如果挂脚的话 那么说呢 我有可能受到黑旗的攻击 所以它下的很温柔 它 我刚才说了 白旗的这个棋风来说 我来看 它是一个平衡性的棋风 就是说 很均衡 想慢慢的跟你收官呢 就这样 但是呢 再均衡的棋风 再平稳的你 这个风格 并不代表 你 不能找出最急的位置 最正确的位置去下 这时候 像这样的挂脚 并不担心作战 为什么呢 因为你在那有利的一方 当官手咬之后 白旗 它就像我刚才预期说的一样 它觉得这个旗未来 黑旗拖 扳 红 退 连搬的下方 让它很讨厌 所以说 它现在在这 尖了一个 把这个旗 补齐 这说明白旗 它有一定的 一定的水平 和一定的支持量 因为它能感觉到 这还有旗 但是呢 恰恰就是这个尖 又出了问题 翻到这来 这个大家看到 感觉很正常的 一个一步旗的时候 这又出现了一个 巨大的问题 巨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现在请大家稍微的思考一下 这样的一个局面 看似很正常 但是呢 现在我要找出最大的 因为现在我们刚从来看 这个旗如果要打结的话 你现在刚开始布局 黑旗是没有很足够的劫裁 去打赢这个 打赢这个集 就算打赢了 你未见得有很大的利益和便宜 那么说现在 布局的大厂 基本上做按部就班 走完了 分割完了之后 现在白旗 应该走哪呢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这个旗 能打入 那当然是很好 但是呢 这个打入很窄 打入点 黑旗往这振住的话 白旗这个旗很困难 做活 所以说这个旗 是不可以考虑的 但是呢 我们要考虑一点 就说 黑旗和白旗 有没有发展的空间 因为我们看的时空 是都可以看得见的 像刚才 白旗肩 以后 双方未来在这 手脚 飞脚 这都是看得见的时空 但是有没有 看不见的时空呢 这就是虚和时的比较 现在 最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说 这样的一代形式 我们来看 如果黑旗以后要唯控 它肯定不是这样唯 它肯定是 扩张自己的时候 争取来压缩对方 这样达到一个效率的唯控 那么它肯定是会跳 跳起来 如果你不走 它继续再跳 如果是下面的空 如果这个旗 黑旗不走的话 白旗不走的话 黑旗未来 要行旗 不是这样去唯控 而是这样震 如果我们现在站在黑旗的立场 去思考这个问题 那么说 作为白旗 它要找到行旗的焦点 其实已经有答案了 为什么呢 因为 如果你不走 黑旗这个旗一震 这样 这里的空 它实际上又开始膨胀起来 那么说 我们现在可以考虑到 这个地方也是黑旗与白旗的 飞水里 这里也是黑旗和白旗的嚣张要点 那么说 我们先下手为强 可以考虑 在有分寸感的时候 我们可以考虑到 在斜飞一手 如果你不走 这个有靠 那么说呢 黑旗必然要往这跳一手 我们稍微损一点 没关系 因为这基本上已经定型了 飞一个 是为了保护自己 然后呢 再点压 这样大家看得很清楚 黑旗的空已经变为失控 甚至变为一个没有发展的失控了 但是作为白旗来说 白旗的形式 是踏着黑旗的肩膀 一下膨胀起来的 它在压缩黑旗的同时 自己的形式越做越大 如果是这样的话 肯定是白旗不错 所以说大家要观察一下 下旗的时候 一定要看虚和实 像这样 虽然是虚 但实际上呢 它是很实在的 我们虽然说虚空 就相对于一个水平很低的骑手 它可能看得见现实的空 但是看不见虚空 虚空就是在这一带 这是有虚空 所以它肩住 黑旗反肩 做了一个常规的搜索 然后终于找到一个点位 正中 这是一个常规定型 提亮 但是不管怎么下 这样的一个情况 已经被黑旗大大的便宜了 因为黑旗震到这儿来 这里的空 一下膨 一下子膨胀到 一二三四五六七 到七线 而且 它的掌控的情况下 或者掌一个势力氛围的情况下 它是在压缩白旗 所以白旗这个时候 跳了一个 这个跳呢 也是迫不得已 因为如果你不在 不跳的话 黑旗继续震 它这个广阔的天地 又继续在膨胀 而且还会压制你 所以白旗 我都知道呢 黑旗这个时候 飞 贴旗 跳 跳到这个时候呢 现在黑旗又下了一个缓手 他这时候单跳了一个 其实到这个局面的时候 已经是变为黑旗布局 有利的一种情况了 黑旗如果要说 他再单跳一手 跟白旗 飞 交换 然后再跳 这样的话 应该是黑旗取得了一个布局 决定性的优势 如果白旗如果不走的话 黑旗未来飞 对白旗是有很大的压迫力 这有很大的一种压迫 所以说现在这个旗 单跳到这儿呢 又给白旗的一个机会 就是往这点压 但是白旗呢 也上市了这个机会 他往这儿飞 还想到黑旗飞到这儿 然后再得点压 但是黑旗这时候 轻行过来 尖 他一靠 再一飞 这样黑旗 白旗彻底的失败 结果在这番旗呢 我们来总结一下 就是双方下的都很正常 但是呢 实际上每一招棋 我说了都好像有问题 因为他没有抓住主题 然后还有就是 大家在行棋的工作室 一定要注意双方的销掌要点 这番旗就讲到这儿 谢谢大家